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要和你共同分享的文章 人生最难的是什么 一同来分享 人生最难保持的是健康 回望人生的上半场 因为年轻的缘故 很多人以为生命无比旺盛 于是抱饮抱时 连日的熬夜 肆意挥霍自己的身体 仿佛健康没有限额 直到突然大病异常 才恍然大悟 青春可以挥霍 身体却不可以 人到中年 越来越体会到 身体不仅仅属于自己 家庭的幸福也与这息息相关 人生最难保持的是健康 但最需要保持的也是身体健康 因为只有身体健康 才是对自己 对家人最大的负责 人生最难解释的是幸福 什么是幸福呢 有一个高赞的回答 你困了的时候 有一张让你安睡的床 你饿了的时候 有一碗供你吃饱的饭 你冷了的时候 有一炉温暖你的炭火 你晒了的时候 有一棵让你乘凉的树 这就是幸福 其实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幸福 幸福有千百种形态 我们无法解释 也没有标准答案 因为幸福就在我们的身边 只是这些幸福太普通 太平常 太琐碎 所以常常被我们忽视 不被我们珍惜 一个懂得珍惜当下 珍惜平常 珍惜现在拥有的人 一定是一个幸福的人 人生最难处理的是关系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难处理的 因为我们身边存在很多种关系 比如上下级关系 同事关系 客户关系 邻里关系 婆媳关系 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 亲戚关系 朋友关系 师生关系 同学关系等等 我们每天围绕在这么多关系中 稍微处理不好就是折磨 多少人因为关系处理不好 导致朋友都美得做 亲戚劳死不相往来 夫妻之间紧张到破裂 伤痕 无法愈合 终日流泪痛苦 很多人觉得不幸福 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处理不好 这些关系导致幸福感越来越低 人生最难做好的是细节 生活中有许多细节 你也许不经意 但是这些不起眼的细节 可以折射出你的人品 影响你的人缘 决定你的发展和未来 奥斯卡尔·王尔德说起过 有许多品德美好的人 如渔民 牧羊人 农夫 做工的人 尽管他们对艺术一无所知 但如果他们能把细节做得好 他们也是大地的精华 所谓细节便是 你对达官显贵和保姆乞丐 是一样的心 成一样的笑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处在哪个阶层 不管是不是有其外表 所彰显出的文化和所受过的教育 都能从细节做得好不好上 甄别出某种做人的基本质地 因为细节永远能折射出 人性的闪光或灰暗 人生最难改变的是习惯 一个人的习惯 往往就是一个人性格的缩影 但已经成为了习惯 改起来很难 当大脑养成习惯之后 它的神经元循环模式是 活跃 平静 活跃 我们就在这样的循环中 不断地强化着我们的大脑回路 强化着一个个习惯 一个习惯一旦养成 就很难改变了 但是为了把不好的习惯改掉 可以先从养成一个好习惯开始 有人说过 起先是我们造成习惯 后来是习惯造成我们 一个人最终有怎样的人生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拥有怎样的习惯 身上的好习惯越多 恶习越少 那么人生就会越美好 人生最难平衡的是心态 心态不同 人生就会不同 曾经看到过一条新闻 一位车主加班到深夜 开车回家时没注意 一不小心开到了路沟里 还好人没事 车主打电话给拖车公司 可惜时间太晚 白天才能过来 车主索性回家睡觉去 第二天一早 车主竟一脸开心地 和自己掉进沟里的小车合影 留下纪念 望着镜头中那张笑得如此灿烂的脸 试问面对生活中的意外 有几人能这么乐观呢 像这样豁达乐观的人 总能笑对人生中的苦难 面对同一件事 有人从中看到了希望 有人看到了万丈深渊 关键还在于心态 说白了 平衡的心态就像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心态越好 事情越容易往好的方向发展 反之心态失衡 心态越差 事情就会变得越糟糕 所以说 世界上最难平衡的是心态 心态是否平衡 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重大的 因为它会在不知不觉中 左右你的人生 人生最难找到的是知音 自古知己难逢 知音难觅 薄牙善古琴 中子妻善听 至此高山流水遇知音 然子妻病故 薄牙不再浮琴 世间再无高山流水知音 真正的知音 真正的知音 不是表面的微笑 而是心灵的陪伴 不是因外貌而产生好感 而是因缘分而生情 不是日日夜夜陪伴在身边 而是一份淡淡的共鸣 和懂得 是心有灵犀 若你灭得一知音 请认真善待 如若相知 请用心珍惜